Hello 筆記道 跟大家講 後疫情時代的供應鏈改變 這一集 無論你是想聽不想聽 對經濟有沒有興趣的人 你其實都要知道 為什麼? 因為世界因為這個 題目完全改變 未來的得益者 是誰呢? 中美貿易關係 出現了一個戲劇性變化 之後就是疫情 後疫情時代也開始 復償了 現在的情況究竟發生什麼變化呢? 聽聽吧 專家說 由於疫情不管是跨國服務生產商 還是消費電子公司 各個企業都再重新評估 他們自己的原材料零件和生產線的來源 這意味著 隨著企業在後疫情時代 將供應鏈遷移出中國 為什麼一定要遷移出中國呢? 因為現在 大部分的其他地方已經開始復償 但是隨時隨地 中國可能繼續是清零的 雖然現在 有消息已經說 喂 會放寬 但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會封過 那些人會擔心 這個稱之為不確定性 大家一定要明白 遷移出中國之後 要找地方 第一個得益的地方 現在肯定可以告訴你 就是東南亞 就是東盟 生產的地方就是越南 馬來西亞 印尼這些地 因為他們有大量的人力資源 稍後再說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 原來就是拉丁美洲 國家將成為全球供應鏈中最受清雷的一個重要一環 疫情時代 供應鏈要調整 斷絕了也好 怎樣也好 重新都要把鏈 蓋上去 中國的損失 東南亞 拉美地方 但是卻是受益者 得益於廉價勞動力華和較高的生產效率 中國至1980年 就是以這些吸引外資去到中國建廠 但是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區域經濟學項目 訪問了高級研究員 雅陽達 梅龍 他認為 在後疫情時代 隨著美國和歐洲 跨國企業在本土尋找 高端產品零部件之外 勞動力和生產線都會隨著 或者在附近 或者有補貼的任何地方都會出現 而中國世界工廠這個傳統角色 將會被實施 他繼續說 中國新冠疫情的應對 他認為是不對的 國家是會受到經濟的衝擊的 梅龍說而已 不是北極道說 因為他們的清零政策 吸供應鏈搞到非常混亂 因為都不知道怎麼搏 在越南、泰國、印尼等東南亞國家 今年已經放開了疫情限制的措施 中國卻在兩大主要生產城市 重新採取封城的做法 封控措施打亂了工廠訂單 也提供了高消費品的價格 因為封城造成了運輸上面 即是物流的遲緩 好了 他繼續說 要尋求中國的替代品 除了中國這些疫情有關的供應鏈斷絕之外 包括韓國和美國在短在內的全世界主要港口機場 工人缺少造成供應鏈延遲 阻礙了消費品向歐洲、北美、亞洲其他地方的流動 台灣有間公司叫做弘基Acer 其中一個發言人是這麼說的 公司在通過對所需原料的第二來源的資格認證 第一來源就是中國 來解決因風控造成的供應鏈問題 弘基的市場份額居佔全球第五 公司大部分的生產都在中國 中國發言人說 第二個來源是來自很多國家 但是他沒有具體說明 即使我也要生存下去的 那我就要找Susan 還要符合很多種Award 出口管制 大家明白嗎 好了 華盛頓貿易團體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做傳媒事務總裁 杜格拉斯巴利 這樣表示 美國企業總體上傾向於留在中國 但是會分散業務 我們不斷聽到 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藍的說法 中國對應新官的做法 是日益增加了地緣政治緊張 提醒我們這一句至理明言 大家明白嗎 當然要明白 中美貿易的 現在說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裡 要放在其他籃子 換句話說 無可避免中國的製造 這個世界工廠 就會被其他很多國家瓜分 有什麼呢 印度、越南、馬來西亞、印尼、柬埔寨 還有拉美地方 一會兒詳細分析 東南亞和拉美地方的情況 多謝大家收聽、收睇、筆基道 點贊、訂閱、多謝、多謝 Hello筆基道 剛才說到 喂 瓜分點 怎麼瓜分呢 將我們世界工廠的訂單 重新整合一個新的供應鏈模式 當然啦 不是說一時一刻就可以搞定的 但是 當分了之後 世界就會改變的 現在說第一個受益者 東南亞 好了 2020年之前 泰國、越南等地方 國家就從中國分走一部分 為什麼呢 因為 那時候是投資者面臨一個 中國勞動力市場 價格上升的問題 以及2018年開始的 美中貿易爭端的時間 高額通脹 關稅的問題 都要想辦法解決的 梅龍繼續說 我認為東南亞 明顯會再有一個 重組的受益者 在越南 泰國、馬來西亞、印尼 他們已經 初常到這個 重組之間的好處 他說 越南者 當時是搖搖領先的 因為他們的勞動力人才 推行政策支持企業改革 而且有自貿協議的網絡 電子設備巨頭三星和美國芯片公司 應特爾都在越南建廠 還有外資 在越南投資 興建汽車工廠 他又指出 馬來西亞正試圖 吸引更多 跨國科技公司 在上一個月 美國的 鴻海 的科技公司 富士康technology 就是一個 很好的例子 和馬來西亞的夥伴 這個 迪立公司 就簽署了一項 建廠的生產 可能生產的 不同的生產的電動車 高電子消費品 這個就是 富士康 鴻海的一個 在馬來西亞的情況 位於新加坡 標普 全球市場之庫 亞太首席經濟學家 亞太首席 巴基斯爾 他就說 馬來西亞 還有泰國 印尼和菲律賓 相對來說 比中國來說 中國 現在的工資 只是中等 他們這樣說 跨國公司 會在許多地方 擴展工業產能 但是仍然會保留 部分在中國 因為中國有一個 十四億的人的市場 這意味著什麼 你看到這裏 聽到這裏 一定要聽到 原來可能有 六七十個巴仙 的生產 就走了 留一點點 繼續在香港生產 主要就是看中了 喂 我的東西都可以賣在中國 那就是 既是得益 也都拿多一份 這個就是消費的問題 一定要清楚 好 他繼續說 因為這樣的關係 現在整個供應鏈 如果這個重組 真的發生了的話 他的銀性 將會被 只是放在中國 來得更加強硬 即使沒有那麼容易斷 好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 又是第二個 受益者 主要的工業中心 在墨西哥 產品一直燒往 鄰國 也是最重要的 美國的市場 分析人士相信 墨西哥會從近岸的趨勢中獲益 美國陸軍戰爭學院 研究戰略的研究所 拉美研究教授 埃利斯說 墨西哥和美國 是共享了邊界 有共同的地區 言語也相近 這個區肯定得到美國出來 還有 美國勞動力 受教育的程度 都相當高 相比其他亞洲 和西半球以外的地方 無論是開店 通常來說 墨西哥對很多美國企業來說 這個都是文化的 第一個踏國石的後花園 所以跟它打交道是很合理的 墨西哥至1990年以來 就吸引了美國企業 而且仍然保持著強大優勢 不過有一個死 就是毒品的問題 如果毒品的問題 能夠解決 電子費用依舊 是不理因素這些問題 就一數而好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巴黎雪 墨西哥之所以受吸引一些投資者 因為墨西哥的產品 自貿規定之下 可以免關稅入美國 埃利斯更說 巴西對那些需要鐵礦石 石油 自然資源公司來講 更加有意義 再加上 盧拉重新接管這個政權 他就什麼都不做了 一定是搞經濟 所以 巴西都將會分到不同的份額 四大會計思考全球的筆劃力 也是這樣說 在他們的網站披露 製造業正在爭奪有限的關鍵商品 和物流的能力 導致消費者 經歷空空如也的貨架 和長期保貨的時間 現在這些情況 就因為整個供應鏈的改變 和戰略策略的不同 可以獲得支援 大家就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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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